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供大家休息娱乐的地方 这边是昭雲公园的望江亭 我们下去看一下 因为是山城 到处都不缺旅游观光的平台 这是在望江亭上看长江 看乌山 我现在带大家到乌山县城里面去逛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乌山的县城都建在这种山坡上了 对面那个山头就是我们刚才所逛的昭雲公园 这些山顶上的楼房 有一种直冲民宵的感觉 乌山这个地方 既靠长江边上 多山 难得有这么大一块平地建一个广场 所以这个县政府的驻地也在这里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乌山的新城 原来的旧城 因为修山峡大坝取水 被长江淹没 所以原来的旧城不复存在 眼前的这些新城都是后面盖起来的 这座城市 你要找到曾经的历史记忆 已经不可能了 那现在大家眼前看到这正前方 就是长江哈 这就是乌山的人行干道 神里大道 这条大道基本上都是步行的楼梯 它从长江边上上来 贯穿了整个县城 有玉东第一梯支撑 这是大道旁边的居住楼 这就是典型的山城特点 它虽然建的很高 但是高不过上一层台阶的踏步 有很多网友笑称 住在三十二楼 其实就是一楼 由于这些城市都建在山坡上 以前就当成了特种职业 山城邦邦君 眼前就是美丽的霞江风光 这就是乌山县城的 旅游观光大道 神旅大道 那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江边 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欣赏一下美丽的江冰轰光 这种风景美不美 大家说了算 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 发表你们宝贵的看法